大家好,最近有兄弟跟我分享一些英文片給一些英語朋友的時候 英語朋友就說看到頻道裡面有很多中文字,所以覺得很混亂 現在我就開了一個英文的頻道 以後英文片暫時會放兩邊中文英文頻道 中文頻道那邊就先賺少少廣告費,先維持著 英文頻道那邊是要栽種的,還未可以盈利 但大家可以把這個英文的頻道分享給你的純英語系的朋友 讓他們不用怎樣混亂 昨天就說到利物浦的轉會 只需要買完太高亞簡達拿之後再能夠買到一個速度型的進攻點 就肯定前四了 昨天就說談這個沙啞 誰不知昨晚臨分前就有消息指出 簡直很快會買到狼隊的早達 這一個就比沙啞更好 是一個我曾經建議熱刺要買的球員 在狼隊已經證實自己可以打正前鋒 在國家隊,葡萄牙那邊證實自己可以打邊線的速度型六頁位 整體意識良好的,如果利物浦真的買到的話 就立即有隊波,立刻喊救命 立刻跌落前四 那隊波是哪一隊呢? 我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了 就是轉會操作是非常靜局的那一隊 那等到正式官宣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講講 就是早達轉會利物浦的情況 那今天我要專注講 就是預測英超大戰 車路士主場對利物浦 那禮拜日晚 11點半開播 所以11點鐘會做專屬直播 拿到正選陣容 和大家再做預測 歡迎大家可以加入做YouTube 或者Patreon的會員 那之前我都講過 如果利物浦的董事局猶疑不決的話 那就要靠在季初 塞一下分 輸一下波 逼他們買人 那如今看來他們應該 終於都知道錯了 一定會買早達 肯買人 那就是我們不用擔心了 那就不用希望利物浦輸波了 雖然利物浦一定會按照對著列斯聯那場正選陣容 這樣出去對車路士 高普一定不會那麼快 用新加盟球員太亞高艾簡達娜 不過今次撞勝車路士有很多雙兵 那利物浦就變得有點好處 最大問題就是出不了左後衛的捷維爾 這個影響最大 因為打正選的就會變成速度緩慢的馬高斯阿朗素 為什麼用馬高斯阿朗素會很大問題 因為他那邊的位置 是要對著利物浦那邊三叉擊當中 暫時狀態叫做最好的那個山 而配連石出不了是第二大影響 進攻點少了個有速度的球員 大大影響了打大戰的能力 打大戰通常要打快攻或者反擊來回高速球 這些配連石的球員就很關鍵 大家都會記得就是他在足中杯決賽 怎樣入球怎樣走快攻 沒有了這一方面有能力的球員 是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的 師爺只出不了 即是沒有了超級連結人影響了反擊或者快攻的組織能力 幸好天武雲娜就沒有問題可以打回正選 叫做幫車路士的進攻點加回速度 但是泰阿高斯說出不了後防線始終就不穩陣了 那如果繼續好像對著白賴頓 打四個後衛兩個中堅 就很大機會會輸明賣明賣給利物浦 所以車路士欠缺 泰阿高斯說應該要打三中堅結構 我都可以幾肯定 如果車路士對利物浦的時候 打兩個中堅四個後衛 就直接輸給利物浦 就是受不了明賣明賣 所以強烈建議林柏達今場轉分三中堅結構 問題是3-4-3-3-5-2還是3-4-1-2 如果中場用佐真奴的話 那就真的要被迫出3-5-2穩陣一點 因為他在中路中場就不太過運轉力 加多個中場中落大家幫忙互相補足才行 但是這樣補足了 如果中場的高位壓迫力量 如果中場的高位壓迫力量 就要在這裡收縮 變成狗手必失 不太好 不過幸好高華石可以出回來 整體戰術當中 高華石在中場搭著簡迪應該都夠做 這樣就可以出三個進攻點 前面有三個進攻點 加強前場的高位壓迫力量 車路士必須有高位壓迫 甚至全場壓迫才行 大家都知道 利物浦現在的問題就是積累疲倦 車路士比利物浦舒服服 控球在腳就最愚蠢了 車路士必須有全場壓迫 放大利物浦的體能問題 這樣做才能彌補車路士那邊的雙兵問題 三個進攻點必須要 問題呢 又是在於3-4-3 還是3-4-1-2 如果3-4-3的話呢 那就是要有兩邊的進攻點了 那就是說很大機會要出奧道爾的 奧道爾的 奧道爾就右邊了 那變成蒙特就要左邊 那這個呢 就是天武雲拿在正前鋒的位置 這個機會大不大呢 我就覺得 不是很大 那林柏特一向呢 都是 不是很喜歡奧道爾打正選的 那又會不會是夏威迪斯打右邊呢 那這個有可能啊 夏威迪斯打右邊 天武雲拿正前鋒左邊 蒙特這樣 那這樣做的話呢 我們就會發現是一個正三角形 很可能是兩個進攻中場一個前鋒 就不能夠有足夠的前場球員 拉散對方的後防線 那還會暴露上呢 就是 夏威迪斯欠缺對抗性 和變速能力的問題 那這樣的話呢 車道士有機會進不了球的球 那但是啦 後防線呢 又會有問題嘛 就算是三中堅也好 對著全英超明買明買最強的利物浦呢 都是很大機會要失波 那你車道士自己進不了球 所以呢 如果可以給我選車道士的正選結構呢 我會選擇三四一二啊 那真的試一下不要用蒙特 蒙特呢 他可以做超級連結 可以做進攻點 可以打左邊 那但是他的防守呢 就差一點 如果呢 三四一二的話呢 他做那個一的呢 他不夠呢 就是防守能力的 我覺得呢 可以找巴克里試一下的 巴克里呢 就是做超級連結人前面 天武雲拿 試一下用奧巴咸 那這個結構呢 那個反擊速度呢 就會快一點 而巴克里呢 對著巴里頓的時候呢 曾經做過超級連結人 推過波向禁區頂的中路 成功呢 就是交到個波進去禁區裡邊 給到天武雲拿的 那車道士做回這一種的進攻模式呢 就起碼有機會可以用速度 衝擊到疲倦的雲迪克 或者最近好不穩陣的高尾斯 起碼呢 是有機會在利物浦身上呢 入回波 抵消回呢 就是後防線輸明白明白的問題 那就有機會打回那個和回來啦 那剛剛講了啦 車道士輸波 或者呢 就是打和的作戰方法啦 那但是啦 有沒有作戰方法可以幫到車道士 贏到利物浦的呢 那一共呢 都有三種的 第一種方法呢 就是不可能發生的啦 就是車道士Full Team 那如果你Full Team 你前面三個進攻點 施耶治 佩蓮石 天武雲拿 那就贏了個年紀優勢 還有那個呢 就是速度的優勢 體能優勢都贏到的 那你全場壓迫打來回高速球 車路士呢 就是會這樣贏利物浦的 但是這個可能性是零的啦 已經是官方宣布了 配蓮石出不了 而很多網站呢 都是講施耶治 是要等到十月才可以復出的 那所以啦 車路士要贏球呢 只剩下兩種方法的 那第二種方法呢 就是張勤寶絕 做出重金屬的全場壓迫 那重金屬全場壓迫 顧名思亦都很簡單的 就是用體能的優勢去逼到利物浦 真是後場猜球 失誤送過大禮 入球一球呢 這個反擊 夾上自己的能力 入球一球 快攻或者反擊 夾上入球一球 去掩蓋後防線 明賣明賣會輸的問題 車路士那班人呢 普遍來說 年輕的 有可能有青春風暴 有可能會有重金屬全場壓迫的可能性 但是現在呢 是季初而已 球員剛剛放完架了 是不是真的可以這麼快 操得起那個狀態回來呢 而且 利物浦後防線拆球的時候呢 送大禮的機會其實不大 因為他們呢 也有準誠度高的長傳 你逼他 他不是大可以 也不介意 就是放多些長傳上去 所以車路士用全場重金屬壓迫 拿三分的機會 也都不算高的 車路士重金屬壓迫 最大的作用呢 就是加速利物浦到貴中 出現體能問題而已 因此呢 對今天的賽事來講呢 作用就不算很大 結果呢 我就認為車路士要贏的話 只剩下最後一種方法 就是林柏特要想到針對性的部署 我自己想到的一個針對性部署呢 就是要冒險 用回佐真奴 那你呢 就是4-3-1-2 包括你要多些回來防守 才可以用佐真奴 好啦 用佐真奴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都是抄回林柏特對熱刺的那種針對性部署 就是呢 就是嘗試偶然面對密集 通常都入不到球的這些情節當中呢 就偷雞入多一球球 那對著熱刺的時候呢 就是這樣成功過的 偶然面對密集 進攻點呢 就故意留在30馬區域以外 不要那麼快上去著 利用回佐真奴的第一時間長距離連結的絕招 就針對著對方的一點去攻擊的 那偶然呢 就打一個快波進去禁區裡邊 就把握那個機會 那通常全場只有1-2千的機會而已 那要針對的呢 相信是最近狀態真的很一般的高美斯 那上一季呢 是用基奧特去做這件事的 那今季呢 其實呢 可以用天武雲娜 其實呢 那個衝擊力 那個速度 那個變速力會更加強一點的 而這個呢 就是天武雲娜把握力也都是有回那些 他把握這些機會 尤其是有一手 那唯一的風險呢 就是會有機會越位 而天武雲娜是喜歡越位的 那也就是說呢 利物浦可以訓練一下 越位陷阱去應對 林帕特的這一招 那就是說 一於看一看 雙方的教練 是不會不會這樣玩到 沙盆推演出來 那去到最後 回應一個問題 就是應該有兄弟會問回 整條片都只是幫車道士想而已 那可不可以幫一下利物浦想的呢? 其實利物浦通常都沒有什麼針對性部署 他們會花心機去哪裏呢? 設計死球戰術 如果要我講的話,都是講回那樣東西 就是死球轉化率,這些我之前都講過很多 利物浦運動戰當中始終是單調一點 而車路士很大機會全場壓迫不會收縮 這樣的話,利物浦是不能在上半場講拉邊 我相信車路士到下半場不夠體能的時候 這個就是明晚明晚的機會才出現 車路士失球的機會其實很大機會在下半場 上半場打來回高速球 基本上是看回三叉擊上半場的狀態 而他們三個的整體平均狀態就不算很好 對於車路士來說是一個好消息 然後希望各位給我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按了廣告,彈了廣告,彈了廣告 視像出來播出有聲廣告片 那就好消息了 那就令到小弟可以有些startup 多謝你先 記得要訂閱,按鈴鐺,不要裝廣告程式 YouTube、Patreon就可以參加專屬直播 如果你沒有credit card的話,可以去便利店那裡 拿手機出來裝個Tech and Go的程式之後 就可以增值,就可以當credit card用了 而Patreon也有不同的會員制度 包括迷宮星華同步片尾彩蛋 這些片尾彩蛋當然是講返賽事的心勢波膽 以及Patreon學生優惠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多謝你了,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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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